美国传奇拳王弗洛伊德·梅威瑟又将复出了 他将于今年9月迎战日本综合格斗拳手招仓未来 梅威瑟说 我的拳击成就已经载入史册了 我能够环游世界与各行业的拳手交流 我感觉棒极了 我相信招仓未来会像其他人一样拿出最好的状态 不过我见过各种风格的拳手 我要做的就是走上拳台打出自己的风格 然后玩得开心 这场比赛当然是一场表演赛 双方打的是拳击规则 2017年梅威瑟与前UFC冠军嘴炮 打了最后一场职业赛后 先后打哭了日本格斗神童那徐川天星 轻松入账赚了900万美元 长道甜头后 又在去年与美国网红罗根保罗 大战八会合 在今年五月 梅威瑟又与唐摩尔打满了八会合 招仓未来今年29岁 职业战绩16胜三负 虽然招仓未来的实力不错 但真正让他大受成功的 还是因为YouTuber的网红身份 他在油管上有248万粉丝 招仓未来从小就是街头混混 外号陆上的传说 在上初中时与人发生冲突 创下了二人对战50人的尽力 幸亏警察即使赶到救下了性命 上高中时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 后来又进了少年收容所 到了18岁出来后 才决心成为职业拳手 慢慢打出了名气 他在油管上拍摄的大量与街头混混的实战视频 让他在日本的知名度非常高 至于比赛的胜负 小编认为是没什么悬念的 没老板必胜 又安全又能赚钱 这种事谁不愿意干呢 当然对于招仓未来和日本的主办方也不吃亏 毕竟没老板的热度不是你想蹭就能蹭的